乌克兰宣布夺回多个村庄 外媒称这是乌军反攻中的首批战果 俄军则宣布多个方向击退了乌军多次进攻 俄媒还放出西方原污武器装备被摧毁画面 它是从扎布罗尔往亚素海的延安推进 那么这个目的当然就是要切割 目前的整个顿涅斯克地区向克里米亚的路上通道 美空军RC-135U电子侦察机 近期在我周边频繁现身 美军上个月出动46架次大型侦察机 在南海进行抵禁侦察 其中超过10架次是从菲律宾克拉克基地起飞 这个沙漏的两个玻璃槽 那么中间有个最细的玻璃管 其实就是菲律宾 它跟菲律宾有军事同盟关系 但是又跟其他的这几个有所差异 所以它希望的是 不要让这根薄弱的玻璃管给断掉 美国通过防务合作加大力度拉拢印度 印度却拒绝加入北约加 搞双航母演习 印度究竟想展示什么 防务型观察马上播出